各位观众 发生在北投一家国小里面的沙童案呢 目前嫌犯已经落网 而这名受害的这个八岁女童呢 宋王荣总急救 在送医前她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但是根据了解一个好消息 在刚刚呢 传述她已经恢复了心跳 但是伤势仍然非常严重 还在这个加护病房急救当中 我们连线记者周宽展的报道 这波对于八岁的小女童呢 遭到这个嫌犯残忍的对待歌喉呢 宋医急救的时候 到院前没有呼吸心跳 一度生命危急 经过紧急抢救之后 目前已经恢复了一点血压和心跳 但目前尚未脱离危险 而女童的家属她的妈妈 以及她的爷爷 已经赶到医院去查试 目前呢 她还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目前转往开刀房开刀 目前得知女童有十公分的刀伤 目前记者医师表示呢 当时这个女童身上脖子上的刀呢 大概是一刀 大约十公分的刀伤 便机上大 已经伤到了这个颈动脉 目前院方还在积极努力 稍后有持续的最新情况 我们会持续为你查播吧 好 目前先犯已经落网 她29岁非常年轻 那么她说她自己是预谋犯案 那么同时她表示 自己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只是因为社会压力非常大的缘故